为迎接2018务虚年的到来 多伦多佛光山与多伦多国际佛光会 准备了一系列中国新年活动 相应于佛光山开山新云大师 给予的2018年祝福 中益传家 多伦多佛光山今年新春活动 主要以中华文化传承为主轴 传达世间最可贵的中益情操 希望人人明白中益 感谢中益 实践中益 以中益为传家之宝 这个是我们佛光山开山新闻大师 他每一年都会写一个 山村的飞村祝福语 一个密宝送给大家 今年大师特别是针对 因为新潮是属九年 九九是我们人类最忠心的好朋友 所以大师就写着是中益全家 希望借助这个生潮 这个中益的有一个意义在那里 将这个精神可以传承 作为全家之宝 所以叫做中益全家 当然我们一个人 你要成功 你要有所成就 或者是受到人家的尊重 顺利一定是有自己的忠心忠义 所以忠于自己的成龙 忠于自己的信用 忠于自己的家庭 忠于自己的事业 忠于自己的社会和国家 所以如果人间有忠义 那人间一定是非常之圆满的 那在多伦多佛光山佛光会呢 今年都特别针对中益全家这个主题 就可以预备各种的行作的活动 那比如说呢 在2月10号开始的 很受大家期待的是佛光年宵 佛光年宵和一般 好像很商业化的 那些完全不同 是非常之欢乐中国年 那一样有很多食品 念货这些 但其中的主题 其实是传统中华文化 譬如有剪子 有书法 有中国结 有托人 等等这些 今年很特别 就特别邀请到 类似中国大陆四川省的 可以说是国宝级的 一个剪子的艺术家 特意来这里 又有在我们保重馆 有它的组版的展览 另外呢 它在年宵的现场 当场就示范 给大家看一下 真正的 叫做战志的艺术是怎样 所以很希望我们 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 真是作为家长来说 真是要有一个责任 要可以传承中华文化 你可以带家里的年轻人 小朋友 穿一些中国服 然后一起来这里过三年 让他们感受一下 原来我们的春节的文化 是这样的欢乐 尤其是在这个西方国家 我真是提醒大家 希望大家帮下手 就是大家一起传承 传统的中华文化 另外呢 就是以个新列 以个中国年来说 我们都是过旧历的 从垂直晚 垂直晚是2月15 晚上8点钟 有延伸普佛法会 10点钟又开始 上头住香 要看一下年宵 又可以点灯 又可以许语 又可以看舞龙舞诗 要看财神 要送些宝贝给我们 好热流的 年初一就有 都可以继续上头住香 还有一年 第一个法会 就是礼签佛法会 还有在这里食斋 很吉祥的 希望大家回来行下 行下又可以 上头住香之后 可以拿到一个 叫做吉祥红风包 这个红风包里面 有我们佛前加持的 有平安米吉祥果 还可以抽法语 所以这样 丰富精彩的 这个活动 在这里邀请大家 一起回来 过一个欢乐的中国年 祝福大家 譬如说 今天 今天的流程主要是怎么样 记者会 今天我们 特别邀请我们媒体界的 所有朋友回来 都要借助大家帮忙 把佛光山要过三年 佛光山过三年 不仅是佛光山的事 是所有社区大家的事 有些朋友 甚至是从美国 都要特专过来 有些社区的朋友 大家都知道 你要过一个很传统 很快乐的 一个中国年 一定是来到佛光山 所以今天的 佛光山 所以今天的佛部会 最主要都是将当日的活动 包括交通 停车 所有这些资讯 和活动 日期 如何安排等等 就要 转达给大家 借助大家的佛部 就可以更加多人 就不会坐失了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